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今天有女士也有男士 但是呢很多的朋友說 乳癌防治是不是只有要關心女性的朋友們呢 在這裡提醒大家 每100位的乳癌罹患者就有一位是男士 所以呢其實我們在這裡要告訴大家 我們的乳癌防治工作不分性別 不分男女老少 大家一定要通通都注意到自己的身體健康 大家都要來關心這個議題 所以今天呢我們有這麼多位重量級的貴賓 我們一定要好好地訪問一下大家 那我們先從網絡這邊開始好了 是的 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平常在照顧自己的身體 以及怎麼樣去提醒你身邊的朋友們 就是要關心自己的健康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當你愛你自己的身體的時候 就是你愛你家人的時候 因為如果我覺得尤其是一個女性 在家裡面其實站著一個滿重要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愛你的先生 愛你的家庭 愛你的孩子 那第一個就是要學會先照顧自己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其實像我公司也有很多女孩 會常常告訴他們 就是說愛護自己是愛護家庭的第一步 那有了這個概念以後 我覺得就應該常常提醒自己愛護自己 是一個家人最親密的夥伴 透露來現場 那也說一下怎麼樣關心自己的健康 我平常都會運動 然後盡量早睡 那我也會提醒自己還有家人 朋友一定要定期的做身體檢查 那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是媽媽 我也會跟他們說 一定要不管再怎麼忙碌 一定要做乳房的檢查 因為雖然乳癌是一個很可怕的婦女殺手 但她是一個可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甚至可以完全康復的疾病 那現代的女性 每天要面臨不同的壓力 所以我想要在這邊呼籲所有的媽媽 不管是家庭主婦 還是職業婦女 愛家人也要愛自己 要照顧好家人也要先照顧好自己 謝謝 是的 我們今天這個例子 然後參與我們的活動 那也分享一下 就是彼此怎麼照顧大家的健康 然後也感謝新穎懷孕 今天也來參加 謝謝 我們給他一點熱情人掌聲好不好 大家好 因為這個活動真的非常有意義 所以其實我下個月就要生產了 我還是想要到現場來支持這個活動 那我覺得 謝謝 我覺得真的是乳癌 是一個很可怕的疾病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重視乳癌 然後記得一定要定期做健康檢查 除此之外 我覺得就是要愛自己 愛家人 然後真的要多關心身邊的朋友 我覺得除了健康的身體 真的沒有什麼更重要的了 謝謝